小学初中啊 这个学习房很优质的 为了孩子读书买了这个房子 2021年 朱先生在湖州金色地中海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 位于顶楼 包含了九楼和十楼 属于月层结构 186平方 花了315万元 进来的时候我们根本不知道啊 就是说我们也很出心大意 就是买了就买了 朱先生说 去年12月 他发现厨房和餐厅的墙面渗水了 就去楼顶查看 这间厨房的面积有七八个平方 里面有水槽 灶台和油烟机 油烟机的上方还装了摄像头 朱先生说 以前他还以为是隔音不太好 根本没有想到邻居在楼顶搭了厨房 另一侧是一个平台 朱先生说 这里也被邻居占用了 之前是一个封闭的阳光房 现在玻璃已经拆了 平台上还放着水槽和洗衣机 养了一些花花草草 来到朱先生家里 厨房的吊顶已经被掀开 餐厅的墙纸上有水渍和煤斑 为了了解情况 记者敲了朱先生邻居家的门 没有人来开 因为是邻居 我也说我们也协商为主 他就给我一句话 你找物业好了 他不愿意给我协商 就是说 他这个是好几年前就有这种违章打件的这块 我们也报过相关政府部门进行介入了 就消防跟城管还有社区都一起到楼上去查看过了 后续我们也一直在跟进这个问题 年30的时候就是说 人王山街到城管中队 给我们打电话了 就是说 是自规矩已经发函给他们了 认定为违商建筑了 朱先生认为邻居的做法对他家产生了安全隐患 持续的渗水也影响了生活 希望对方恢复原样 我们大概在年前2024年的2月7号 接受到这个自规矩发的函 也是反映这个吉色地中海这一户违建情况 接到函以后呢 我们也赶不向现场去核实 基本上就是也属实 街道综合行政执法部门表示 前几天 他们已经找朱先生的邻居做了笔录 我们已经对这户进行了立案查处 目前正在按照程序在走 1818黄金眼记者胡周报道 204年9月3, 2022 散码发行政执法部门表示 精灵序在乎以后